美国医疗保险2024年申请指南 开放申请期 如果您计划申请2024年的美国本土居民长期医疗保险 即ObamaCare医疗保险 可以在医疗保险市场的开放申请期申请 多数州的开放申请期是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15日 保险计划最早从2024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在2023年12月15日之后申请 那么保险计划通常自2024年2月1日起生效 有些州的保险市场开放申请期有所不同 加利福尼亚州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 华盛顿特区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 马萨诸塞州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23日 新泽西州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 纽约州2023年11月16日至2024年1月31日 过了开放申请期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特殊情况才可以申请保险 美国政府批准可以在特殊申请期申请医疗保险的生活变迁事件 包括失去原先的保险 比如辞职或失业后失去原来单位的医疗保险 家庭增添成员 比如婴儿出生收养儿童 结婚离婚导致家庭成员改变 搬迁 移民身份改变等 通常情况下 在发生这些生活变迁事件的60天之内 您可以在特殊申请期申请医疗保险 有些州可能允许更长的时间 申请保险时保险公司 可能会要求您根据结婚、搬迁、婴儿出生等证明 如果您没有政府特批的情况 但仍需要医疗保险 可以考虑申请短期医疗保险 得到一定的保障 持非移民签证在美国工作学习 可以作为外国访客申请美国旅游医疗保险